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和望江楼公园有关的一位才女 那就是咱们巴蜀第一才女薛涛 薛涛是唐代著名女诗人 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 她复诗四十余年 与之唱课者多为中唐达官名诗 原有诗集仅将集收诗五百首 流传至今的薛涛诗有九十二首 其留存诗作数量之多 也居中国历代女诗人之最 都知道薛涛是才女 但您知道她的一生中 又经历了怎样显为人知的故事吗 想要知道这一切 还得请一位专家来为我们一一解答 成都薛涛研究会秘书长 望江楼公园副研究员汪辉秀 都知道薛涛是一位才女 她是以诗出名 那如果请您来总结她这一生的话 您会怎么样来形容呢 其实薛涛诗只是薛涛成就的一部分 实际上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面 都非常有成就 我们身后就是薛涛纪念馆 现在我们就走进薛涛纪念馆 来讲一讲薛涛的故事 好 那我们进去办 薛涛纪念馆建于2006年 薛涛纪念馆的匾牌 是由四川省著名书法家 作家马诗图先生提醒 馆内特别筹建的 长达百米的大型壁画 展示了唐代著名女诗人 薛涛文采风流 七眉哀晚 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 和诗歌艺术生涯 在我们进入薛涛纪念馆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这首诗 这是薛涛有记载的 最早的一首诗 据说薛涛是薛涛八九岁的时候写的 在年幼的时候就能做诗 对对对 是 因为根据记载薛涛是做了五百首诗 叫做《归在锦江集》里边 但是流程下来的诗作呢 只有九十二首 这首诗呢就是九十二首当中的 最早的一首诗 最早的一首诗 那说到薛涛年幼的时候 据我所知 好像对他的身世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他是长安的人 然后跟随年幼的时候 跟随父亲到了这边成都生活 然后也有人说他就是成都人 那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经过我对这个薛涛世间张鹏舟先生做的 还有薛涛世世家著评说 刘天文教授做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薛涛研究 这个书籍的学习和考证 我更倾向于薛涛世祖籍长安 然后出生在成都的 十岁薛涛的父亲去世以后呢 然后因为薛涛他们家是从 祖籍长安嘛 是从长安搬过来的 所以他这边也没有亲主可以依靠 他的母亲呢 就带着薛涛就双居在成都郊外 因为我们刚才说嘛 薛涛八九岁的时候 他的诗就做得很好了 那个时候薛涛也有一些 好朋友小伙伴 他们开诗会的时候呢 因为唐代的时候是重诗赏诗的嘛 然后他们开诗会的时候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一起出去玩 对 然后就经常也叫上薛涛 然后薛涛跟他们一起出去呢 就是因为他本身的才师敏捷嘛 很有才华 然后再加上跟大家一起切除嘛 能够提高他的文学造诣 薛涛就经常参加这些活动 这些活动参加的多了呢 然后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名声在外的薛涛 在一起偶然的机会 被剑南西川节度史 围高招入幕府当月季 月季在我看来 是不是就是达官贵人来了 然后一些表演是那种 这个月季呢 因为它是在唐代的话 它是一种剑籍 因为在那个唐代的那个法律规定嘛 梁贱不婚 就是说梁名和贱名是不同婚的 而月季呢 它就属于贱籍 月季女子就是贱名 就是说她本来其实薛涛 她是品官之家的小姐 就一下感觉是人一等了 对 她是官宦人家的女儿 但是入了月季的话 就相当于就是 就是说一下子身份就低贱了很多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入了月季之后呢 因为她是被伪高请进去的嘛 所以呢对她来说 在她没有受到这个迫害之时呢 其实她反而是经济上要好过一些 因为她入了月季之后呢 就是说官府会给她定期的 给她一些钱财啊 或者是物品啊 以前的米粮啊那些 对 就跟那种就是说 她相当是官家人嘛 只不过呢就是身份比较低贱 对对对 身份比较低贱 但是呢因为她青春貌美嘛 又财思敏捷 实际上薛涛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也很热爱生活 也由于她出色的才华 和她的这个财貌嘛 财貌双全的这边一个女子 所以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个 建南西川的这些官员 包括进出成都的这些 名士高官呢 他们都非常的喜欢薛涛 甚至就是青睐 甚至说是追捧薛涛 所以薛涛就有点得意忘形 然后呢就诉怒了伟高 被伟高罚赴松州 就我们现在的松攀县 这个时候呢薛涛才认识到 自己的这个月籍的身份 确实是非常受制于人的 也认识到了这个统治阶级的 这个残忍和无情 她喜欢你的时候 可以把你捧上天 她是不喜欢你了 可以把你践踏在地 产成鱼 所以呢她到松州之后呢 就还是很有策略的 委婉成情嘛 然后就让伟高 把她放回了程度 而且呢还跟伟高嘛 就是说谈判 或者说是就是说 跟她协商 最后呢由伟高亲自 把她放棘 就是说把她除棘 就是把她 她就脱离了月籍 成为了良民 就是这样吧 刚刚我们的记者田田 和汪秘书长 跟我们讲解了很多 关于薛涛的历史故事 那在演播室的现场 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 和我们继续探讨 下面让我们有请 薛涛研究会会长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与旅游学院院长汪宏亮 有请 汪会长这一来 我们先给大家送个礼 但是您得回答对了 我接下来提出的这个问题 鼠中四大才女 都是哪四位 其实巴蜀之地 自古以来人节地灵 多才子才女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除了刚刚在短片当中 看到的薛涛之外 还有这个司马向儒的夫人 当炉卖酒的卓文君 有一句诗词 愿得一人心 白首不相离 也是广为流传 对吧 王会长 对对对 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讲 蜀中多才女 那么排在实际 从实际关系上讲 排在前面两位的 一位是卓文君 一位是唐代的薛涛 还有一位呢 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是后属皇帝 梦场之妻 最后一位呢 就是明代的黄娥 黄娥呢 是我们四川的新都人 是这个杨胜的妻子 杨胜大家都知道 号称中国古代著书 最富之第一人 刚刚通过 汪会长的介绍 答案您是不是已经有了 按照我们时代的排序 蜀中四大才女是 卓文君 薛涛 花蕊夫人和黄娥 您答对了吗 汪会长 我再问一个问题 咱们做一个比较选项 在民间谁的圣域最高 谁影响最大呢 这四位才女 应该说四大才女 在民间都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要比个高下 那我认为还是薛涛 要首屈一指 这个四大才女 其实她们都一个共同点 美貌超群 才华出众 相对于薛涛来讲 其他三位才女 都是有家有势 而且丈夫呢 都是那个时代 最杰出或者最有地位的人 薛涛则不同 薛涛都是终身未成 嫁去 他真的靠实力说话 靠作品说话 杨胜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 就讲到 就说薛涛的诗 礼白借之 亦扣手 就是礼白借了之后呢 都要说 哎呀 写得真好 你这个好啊 另外从书法上讲 我们没有听说 其他三位才女 有特别突出的书法成就 但是薛涛呢 他的书法成就 是比较公认的 再从家国情怀来讲 其他三位才女 他们的作品 表现出来的 主要是一种儿女情长 但是薛涛 他具有更强烈的 一种家国情怀 比如说 他对这个国家的安宁稳定 他有一种很深切的抱负 就像刚刚汪会长所说的 薛涛这一生啊 都是截然一身的 自己一个人 走完了属于他的人生道路 但是他的情感经历 其实也是非常的曲折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的爱情故事 又是什么样的呢 汪秘书长 那说到薛涛他的感情故事 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和袁整的这段 感情了 爱情故事 那其实我知道 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就只有短短几个月 怎么薛涛对袁整的感情 就那么深呢 袁整是北魏皇族后裔 才华出众 15岁时参加朝廷举办科举考试 以明两金着地 获取功名 薛涛是大概10岁左右呢 他的父亲缺失 袁整跟他也很相似 袁整是八九岁的时候 袁整的父亲也去世 然后有这个 严育丧父这个相同之处 对 他们有这个共同点 就是说可以共情嘛 我们简单点说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袁整和薛涛 都是才华横溢的 对 我们刚才说了袁整的这个 就是15岁明两金吉地 28岁自举第一 对对 然后薛涛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八九岁就能够做事 而且做得很好 然后年轻的时候 入了幕府之后呢 接触这些稀署的这些官员 还包括这些进出程度的 这些民事高官 其实都是世界民事高官 对对对 他也是非常受青睐的 然后他自身本身才华也很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最关键是 他们两个都是感情细腻的人 既然他们俩都那么 那么多的相同之处 对对 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走在一起呢 他在跟那个薛涛交往的时候嘛 他还是非常就是热血的 还是个正直青年 很有理想的 但是试图受挫之后 他到了这个江陵府呢 这个江陵府那个崔监军 监军嘛我们刚才知道 就是不准这个薛涛 在伟高那个时候 不准薛涛为教授郎的这个人 监军呢一般都是当时的 这个宦官来承认的 但是这个监军呢 他就很欣赏原整的才华 因为原整确实很有才华 然后呢原整哈 他受挫之后 估计是想取先救国 就是说看这个监军也对他那么好嘛 然后呢所以他也跟这个 这个监军伸出来的这把手 对他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对对对 他就抓住了 然后呢就跟这个宦官 崔监军就这个崔监军就结交了 而且还纳了这个崔监军的义女 干女儿安心平为妾 对于薛涛来说的话 如果他们确实是恋人的话呢 他就是对这个薛涛的双重背叛 因为本身他们都是反对 宦官专权的 他们的政治理想是相同的 然后又纳了宦官的 干女儿为妾 就相当于是政治 感情双重背叛 对对双重背叛 所以薛涛还是打击比较大的 对薛涛来说 虽然感情受挫 但当时已经名声在外的薛涛 颇受五元恒的看重 经五元恒的劝解 薛涛全心全力 协助五元恒治理西川 并且还创作出了 属于自己的私人定制 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了解了 薛涛曲折动人的感情经历 也可以说是这段感情经历 造就了他的文学和政治造诣 那么提到薛涛 不得不提的就是 薛涛奸 薛涛奸自发明出来开始 从薛涛的个人用品 成了文人爱物 又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为什么说薛涛奸 在当时来说 算上了一种文化代表和符号呢 薛涛奸它的出现 应该说是历史的一种必然 当然也是一种偶然 必然就是说 唐代的文学 以诗词为主 唐诗诵词 唐诗它一般就是律诗和绝句 要么就四句 要么就八句 其实篇幅是比较短小的 但是当时的制造的纸 篇幅都很大 如果直接在上面写着 既不方便保存 也比较浪费 那么薛涛就很富有这种创新思想 他就觉得 我把它裁解成 合适的尺寸不就更好吗 所以他就制作这个薛涛街 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工艺来制作 为什么说它成为一种文化 因为薛涛街出来之后 马上就是就风靡 这个名人雅士之间 他们都喜欢用这个薛涛街 因为薛涛街呢 它一开始制作 其实是为了薛涛个人的 这个写诗和交友的需要 因为它一方面满足自己写诗 写信 所用的这个纸张 同时它有时候也送给朋友 那朋友看到东西喜欢 就斟着药 所以后来就成了这个薛涛纸柜 市场上呢 就是就衣纸篮球 有这种现象 并且还有一点特别难得的 薛涛的每张这个薛涛间 都是手工制作而成的 如果换到现在 我们就叫它这个私人定制 每张做出来都不一样 是吗 对 所以后来这个 有一位诗人叫伟庄 他写了一首诗叫 奇彩千歌 主持人也知道 奇彩千歌 这里面他就提到 幻花溪上如花客 绿阁深藏人不实 留得溪头色色波 坡成纸上星星色 这里面就描述了几句 一个是这个薛涛街 来自于幻花溪 当年薛涛 住在幻花溪边上 是吧 另外呢也表现了这个薛涛街的颜色 星星色 就是它是一种桃红色的这种 粉色桃红色的颜色 粉色桃红 对对对 伟庄在这个室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薛涛的这个街啊 薛涛街 人街无处买 得知神仙手 这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只有神仙才做得出来 这么好的薛涛街 人街你不容易买到 就是它一指南求 所以才有这个价值 链成壁 一指万金 游不息的这种说法 这个薛涛街呢 在唐时 在唐代的时候 乃至今后 乃至今天 都还在使用 这个呢算是唐代文学 写作这个载体的 一次重大改良 堪称古代文学的 一次工业革命了 您看这就是为什么 薛涛街一直沿用到清代 甚至到现在啊 都非常受文人默克的追捧 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 在薛涛那个年代 制作薛涛街 原料有哪些呢 咱们一起跟随记者田店看看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换间亭是专门制作 这个薛涛街的一个地方 我身旁这位老师呢 就是仿制薛涛街的 孟老师专家老师 您好孟老师 那今天就有请您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制作薛涛街的 一个过程好吗 好嘞 我们现在制作的 就是房子的薛涛街 是用洋餐的礼物 礼物 经过专家的尽调式客 我们请了四川 著名的雕客家 刘宾谦先生 经过用传统的古墓方法 把这个就是高纸上到这个礼物版上 尽调式客 可以出来的这套薛涛牌 现在我们是用的是 家长的选择 用筑 生产的选择 我们采用的是 对话原料 用的选择 在这个板上 用我们的刷子 刷子 进行刷延通的收工制作 生产出来的薛涛街 孟老师 刚才您介绍了那么多 我们制作薛涛间的一些材料 那我想问问在薛涛那个时候 它那个时代 咱们薛涛间纸 是用哪些材料来制作的呢 它用的这个材料 一个就是 薛涛的皮 芙蓉花的皮 芙蓉花的皮 芙蓉花的枝酱 就枝 花枝 花枝 就是混到这个枝酱里面 生成出来的薛涛间 在薛涛那个年代 它制作薛涛间所用的材料 是焕花西的水 木芙蓉的皮 以及芙蓉花的枝 您答对了吗 而在孟老师的指导下 咱们的记者 也是亲自体验了一把薛涛间的制作 哇 效果还不错 说到薛涛间 不得不提的就是薛涛景 而这个薛涛景的名字 又是怎么来的呢 那说到这个薛涛景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 都会和我想法一样 为什么命名为薛涛景 是不是因为薛涛是 跳这口井 跳下去的 所以叫薛涛景 不是不是 你这个误会呢 很多游客都有 都以为是这样的是吗 有很多游客是这么认为 但实际上不是的 那是怎么来的 这个地方 这口井之所以叫做薛涛景呢 它实际上就是因为 明代的鼠王 就是用这口井的井水 仿制的薛涛间 所以说呢 把它称为薛涛景 对对对 然后到清代的时候呢 就正式列了薛涛景几个字 在这里 这个康熙三年的时候 1662年 然后后来这个 周厚园呢 他又在这里列了一个薛涛景碑 然后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成为官方认可的 纪念薛涛的地方 官方认薛涛的地方 而且就是根据南宗纪文和 蜀中明圣纪的记载呢 还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什么故事 就说每年三月书山 就是中国的上四节的时候呢 这口薛涛景的井水 它就会浮起来满而不易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拿质量很好的这个尖子 对 白纸 宣纸 从上面浮过的话呢 这个纸它就会从白纸 变成粉红色的纸 粉红色那么神奇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个确实很神奇 所以呢 当时的人们就在议测 猜测 是不是就是说 薛教书在三月三这一天 方魂反魂 显零了 对 显零了 然后回来也想参加 大家的这个驱水流伤 这个文人雅籍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三月三嘛 本身就是文人雅籍的时候 公元832年 薛涛逝世之后 埋谷在旺江楼公园附近 世人为了怀念薛涛 加上明代时蜀王 适用薛涛景的井水 来仿制薛涛间 明代中后期 这里就成为了 纪念薛涛的名胜之地 之后清代的官员 在陪修薛涛景的时候 就在薛涛景派修建了旺江楼 众所周知 旺江楼上有一幅至今 都没有人能对出的绝对 旺江楼 旺江流 旺江楼上 旺江流 江楼千古 江流千古 如此气势磅礴的绝对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又是哪位才子写出的这个上帘呢 这个绝对呢 当时是因为这样的 旺江楼修好之后呢 是当时成都最高的建筑 27.9米 而且旺江楼修旺江楼 一个是为了这个纪念薛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正文峰 为了四川的文运兴旺 所以呢 当时旺江楼修好以后呢 是文人雅寺 然后经常来这里 就是迎私作对 然后所以呢 这里是一个 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游艳的场所 那也就是说 在修这个旺江楼之前 咱们四川的科举这方面是 多年都没有做过进士 而这个旺江楼修好之后呢 第一次科举考试 四川就出了12名进士 六年之后更是出了这个 清代四川的第一位状元 洛状元是吗 对 洛城乡 是的 然后呢 这个当时嘛 就有一位私议的文人 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不怎么如意 然后呢 他就登上了旺江楼 登上旺江楼之后呢 就是在这里站着哈 江天风雾一览无余了 然后顿时就豪情万丈 所以呢 就迎出了我们这个 千古绝对 旺江楼 旺江楼 旺江楼上旺江楼 江楼千古 江楼千古 对出了上脸 然后却对不出下脸 就他都没有对出下脸 对 他本人都没有想出下脸 因为上脸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双声 蝶字 谐音 而且呢 这个还气势磅礴 红然天诚的那种 夏脸呢 就好像想不出很好的 夏脸至今 至今有人来对过吗 就你们觉得相对比较匹配的 其实对夏脸的呢 对这个旺江楼绝对夏脸的 很多人 对他感兴趣的有很多 但是呢 只能说是 目前的话只能说是有的对联 比较工整 但是气势上是不是都不如这个 对对对 而且也匹配不了 是不是 那我知道啊 在当时咱们这个旺江楼 还不叫旺江楼是吗 对对对 当时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寄托了我们成都的 这个科举西望 然后呢 它也是我们 成都的士生们集资修的官方认可 集资修的 所以呢 最开始是把它叫做 成都阁 成都阁 对对对 代表成都嘛 当时呢 就觉得 直接叫成都阁太直白了 对了 所以就遍阅点击 想一想给成都 代表我们这个成都科举西望的 这个楼阁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他们就从这个近代 左思的蜀都妇里边 选了两个字 选了两个字啊 对 那刚才咱们的汪秘市长 已经说了那么多了 现在问题出来了 电视机间的您知道 在旺江楼的前身 它的名字叫什么吗 刚刚甜甜在场外 问了我们第三个问题 就是旺江楼之前叫什么名字 我给大家提供三个选项啊 A选项 王鹤楼 B选项 崇利阁 C选项 薛涛楼 这个问题啊 咱们继续请教一下 汪会长 他之前是改过名 对吧 对对对 旺江楼始建于1889年 也就是清代的 清代光绪15年 一开始它的名字 不叫旺江楼 叫崇利阁 崇利阁在民间 一般也称为旺江楼 为什么叫旺江楼呢 因为崇利阁 坐落在井水边上 就是井江边上 那么我们这个上了旺江楼 临来旺江 景象非常壮观 当时也成为成都的一个地方文化坐标 所以它趋于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以及它所能够看到的一个风景 明街一般把它称为旺江楼 旺江楼的名字又是这么来的 你刚刚知道了崇利阁和旺江楼 这两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在前两天 我又去了一趟旺江楼 那边的竹子非常的茂密 其实这个竹子 我是知道怎么来的 因为薛涛爱竹 薛涛称赞竹子 有这种一身的傲骨 这一生都对竹子非常的钟爱 于是我们后代 建这个旺江楼的时候 为了纪念薛涛 也在旺江楼公园 遍布了400多种竹子 对 其实就在前段时间 旺江楼做了这么一个举动 就是拆除最外层的这层墙 和成都的城市景观 完全地融为一体了 是吧 这个是配合成都市政府的 一个重大的举措 成都市政府现在正在致力于 把成都接受成为一个 世界文明的公园城市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成都市也正在打造旺江房 这个旺江房是什么意思 旺江房也就是要把 现在的四川大学的旺江校区 旺江校区它也积淀了很多 历史文化的遗存 也有四川大学博物馆 以后就要把四川大学的博物馆 以及那些历史文化遗存 加上旺江楼公园的薛涛遗址等等 要裂成一片 裂片打造 打造成一个旺江房 也就是一个文物的集中区 集中展示区 集中游览区 龙门镇摆到这儿 您一定知道正确答案了 就是必选项 崇利阁 并且您可能对薛涛和旺江楼 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我们也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 来到这么开放包容的旺江景区 在这里一步一失情 在茂林修竹当中 你能够感受到触景深情的 那个历史文化 并且与薛涛来一场 穿越时空的历史对话 希望在这里 您能够感受到更加璀璨的 成都巴蜀文化 我们也感谢汪会长 来到我们的也播厅 跟我们一起共同分享 感谢腰麻子腾郊游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对我们的守候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在望江楼公园里面 有一口井 你知道什么井吗 我不知道 薛涛井 不知道 听过薛涛吗 没听过 那您知道 这个四大才女之一的薛涛 是哪个朝代的呢 常代 不知道呀 我想 三国